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年的冬天真的是格外的寒冷 早晚温差特别大 出门买了个菜,一不小心就着凉感冒了 特别是一些年纪有点大的老人 或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孩子 一朝凉就马上出现咳嗽感冒的症状 有些朋友可能就随便泡了点感冒药 就没怎么管它了 但是专家在这里提醒您 如果咳嗽时间久了 小心肺功能受损 那么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保护自己的肺呢 如何改善自己的肺功能呢 今天就教你们 在冬天如何养护好自己的肺 警惕肺功能受损的四个信号 一 平凡的咳嗽 咳嗽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 大部分情况下是感冒着凉所引起的 在服药和休息后便会好转 但如果抽烟人群近期总是有平凡咳嗽的症状 同时还有卡血的表现 必须第一时间到医院做详细的肺脏检查 有可能是肺癌到来的求救信号 因为肺部受损之后 一方面会影响呼吸 同时肺脏中有较多的有害物质 这时人体便会通过咳嗽的症状缓解不适感 而卡血的原因多使癌症持续生长 体积越来越大 咳嗽的过程中使得毛细血管破裂 这样一来 痰液中便会存在血丝 二 胸部疼痛 如果有抽烟行为的同时出现了胸痛的症状 有可能是肺脏功能下降所引起 尤其是引起了肺部恶性肿瘤的情况下 肿瘤体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于是便会对周围的器官组织神经造成压迫 最终产生较为明显的贪痛感 因此一旦留意到此种异常的表现 必须尽快戒烟 并且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如若有了异常针对性的治疗 才能防止肺部功能持续下降 三 呼吸急促 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人的呼吸较为平稳 只有做了剧烈的运动后 才有换气频繁的问题 但休息后就会消失 如果处于平静状态或者正常走路 但是却出现了呼吸急促的问题 多是肺癌肿瘤产生的阻塞感 除此之外 肺癌发病时 癌细胞还有可能入侵 淋巴组织以及静脉血管 进而加重呼吸急促的表现 在中医上 大拇指针对着肺部的经络 所以通过手指的表现 也能够大概了解肺脏的健康状况 如果肺部发生异常 特别是长期抽烟的情况下 身体缺氧 由此便会导致 指尖末端组织异常增生 最终形成处状质 肺功能受损的高危人群 一、长期吸烟以及久居空气污染的室内 二、肺生长发育不良 三、有呼吸道疾病 比如哮喘等 针对肺功能受损的情况 最主要的是驱除病因 再配合合理的药物治疗 以及非药物方法 共同促进肺健康 肺功能受损可防可治 四类人群的康复方请收好 肺康复训练方法有很多种 针对不同人群 需要选择适宜自身情况的训练方法 才能获得最佳康复效果 一、吸烟人群 我以前特别喜欢吸烟 到现在烟龄有15年了 今年开始出现明显咳嗽 咳痰的症状 所以最近一直在戒烟 我想问问专家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除了戒烟 还可以怎么做 对我的肺有好处 首先专家鼓励戒烟 其次可以去医院 做一个肺功能检查 看看是否存在肺功能受损的情况 然后每天练呼吸 吸气时抬起双手 呼气时放下双手 也可以每天练习细字操8到10分钟 也就是让喉咙发出细的声音 专家提醒 在室内练习时得避开油烟 灰尘多的环境 做饭之前可以开窗通风 或使用空气净化器 保持室内新鲜空气 二、老年人 我今年65岁了 有慢足费4、5年了 一直在配合医生治疗 我想问问专家 平时我在家可以做些什么 有助于我的肺功能康复 一、呼吸槽 可以在医生的治疗基础上 多做一些呼吸槽 比如常用的 缩唇呼吸和腹食呼吸 两者也可以同时进行 缩唇呼吸 用鼻子吸气 呼吸时把嘴尘 缩成口哨状 慢慢呼出 其中呼气时间 是吸气时间的两倍 每次做八到十组 腹食呼吸 双手放到隔肌上 用鼻子吸气 吸气时鼓起肚子 然后缩唇呼气 收缩肚子 坐着 站着 躺着 都可以做 二、吹乒乓球游戏 吹乒乓球其实是 缩唇呼吸的一种训练 既有趣 又能改善肺功能 可以在桌上放置 装满水的水杯 水面上放乒乓球 竹杯吹过去 三、呼吸训练器训练 用一些呼吸训练器 辅助练习呼吸 专家提醒 老年人的肺 气道等各个器官 都在老化 又是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人群 平时更要经常练习 呼吸操 三、小孩 我家小孩今年七岁了 前几天去医院体检 医生说 孩子肺功能不太好 平时要加强肺功能 康复训练 今天借此机会 想问专家 有没有一些简单易学的 可以增强肺功能的方法 小孩子可以借助一些 有娱乐性的方法 来增强肺功能 比如 一、吹气球 可以锻炼儿童肺功能 二、吹泡泡液 吸气后用吸管 吹泡泡液 专家提醒 肺功能训练要量力而行 而且每个人病情不同 要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规范治疗 科学训练 肺活量好 不等于肺功能好 我的肺活量很好 轻轻松松可以跑五公里 所以 我这个肺没什么可担心的 肺活量只是 肺功能其中的一个指标 肺活量好 并不等于肺功能好 也就是说 不同的肺部疾病 关注的肺功能指标是不一样的 此外 肺功能还包括 弥散功能 肺溶积 呼吸激励测定等等 通气功能 通俗来讲就是 气体吸进去 是否呼得出来 弥散功能 氧和二氧化碳交换的能力 肺溶积 胸腔内能容纳多少气体 呼吸激励测定 呼吸驱动功能 例如 咳嗽排糖能力 下面介绍一些 提升肺功能的小妙招 1 腹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 有助增强肺活量 锻炼时 一手放在胸口 一手放在腹部 吸气时 将腹部抬高一厘米左右 呼气时 手轻微按压腹部 帮助集体呼出 腹式呼吸法 有助锻炼隔肌 横隔膜下降一厘米 肺活量就能增加150到200毫升 2 八段颈 八段颈适合所有人群 特别是第一式和第二式 有扩胸和拉伸的动作 有助增加肺活量 对于 慢足肺患者来说 能促进排出痰液 第一式 两手托天 立三胶 两腿分立 两手与腹前交叉 向上托于胸前 掌心向上翻转 两臂向上托起 肘关节缓缓伸直 随后 食指慢慢分开 两臂分别向身体两侧下落 第二式 左右开弓 四射雕 两腿成马步 双臂交叉于胸前 左掌向左侧推出 右手向右 沉拉弓状 身体重心右移 随后 右手伸开成掌 向上向右 画弧 两手缓慢下落 同时 左脚收回 随后 两腿再沉马步 右掌向右侧推出 左手向左 沉拉弓状 与之前换一个方向 做同样的练习 冬天是养肺的好时候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前面提到的那些养生方法进行锻炼 这不仅可以很有效的增强我们的肺功能 使我们锻炼出一个强健的肺 还能够远离疾病的侵扰 让我们整个冬天健健康康的 不绕翻医生 开药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